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 美国大动作封杀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多将美国科技公司暂停向华为供货 让华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些华为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在柔佛新山其中一家肉骨茶店 干脆推出了华为手机用户半价吃肉骨茶的优惠 当记者问优惠何时结束 业者说到它起销为止 是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天前形容 华为是个危险的东西 华为遭美国封杀 谷歌限制华为使用安卓系统 一些华为用户精神崩得有点紧 新山一家肉骨茶店业者就为此愤愤不平 为了给华为职员以及手机用户加油打气 凡是来吃肉骨茶的华为职员或者是手机用户 消费余力可获得50%的折扣 因为我是华为的支持者 然后看到美国这样针对华为 当然要出一口气 反应非常热烈 非常多的华为支持者来我的店 优惠只是结束 等我气消过后 业者透露 他的餐厅销量提高了一倍 如果你身穿华为制服前来 老板还免费送你凉茶 他说这能让人降火消气 用华为不只是吃肉骨茶有折扣 吃炸鸡也有优惠 同样是在柔佛 这家炸鸡店的老板也是华为的支持者 他对于华为即将推出自家鸿蒙系统 感到特别高兴 当然是有比较负面的就是有Apple的其他品牌的电话的来批评 所以有正面也有负面 不过我做这个促销都是预算得到 预算了这些 目前不错了 昨天有差不多有20多个顾客 为此凡是华为的手机用户来吃炸鸡 一律享有20%的折扣 但是条件是必须在店内打卡拍照 看来这股华为封杀令 还真的为一些脑筋转得快的业者带来了商机呢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 谢谢